如果我们说刚才所问的 我们理想的马来西亚是什么 看这个是一个非常什么样的问题 那what do you think should be the ideal Malaysia 如果我能够以六个字来表达 理想的马来西亚就是 让人民当家做主 I think that the ideal Malaysia would be to let the people run the country the people must run the country now why do I say that? you go to foreign countries,you go to developed nations it is actually the people that run the country of course they send their reps it is the people that run the country in Malaysia it is not the people that run the country it is the cronies that run the country 在马来西亚不是人民是奔党 什么是为了奔党 赚钱,捞钱,赐钱 所以我们要人民当家做主 我相信真的 我们的未来会更好 我们的下一代不必去移民 我们有 能够活的有尊严 我相信大家所要的 不是什么政府要给你什么利益 什么好处 没有 我们要活的有尊严 我们要活的有尊严 他们还不明白 还要问华人要什么 我们要活的有尊严 你听得懂吗 尊严 有时候 我说 不要以为每一个华人是好像马华那些交流 每一个华人不好像蔡西利这样的 没有尊严的 我们有尊严的 我们要活的有尊严 你不明白 常常真正做一等马来西亚国民 这样辛苦 也不是说要你给我们什么钱 尊严我们是马来西亚国民 既政府部门 他们当着我们是人 那种官僚的态度真的是难受 除非你是 加一两大大两的便利过去 哇 他们还是 拜你万岁万万岁这样 所以这个是具体的 而且你不要小看人民的能力 如果你是让人民当家做主 我相信你可以找到 所有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再比较我说 我为什么我对冰城的未来 我这样有信心 盼望 有这样高的盼望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 有问题的时候 我只是交给人民来帮我找出 不解决方案 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处理 所以如果你让人民当家做主的时候 你要相信人民 你对人民有信心 你相信国家才有希望 国家有希望的时候 人民才会忘 忘 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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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